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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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对这个小小的存疑会不会是我们说媒体 我们不是说可能听到各方面这方面的消息 看一个银子 生一个银子也可能 本来昨天台北股市就应该涨 我们算涨的少了 昨天欧亚股市全部都涨3%以上 都涨3% 所以我们算涨的少了 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素 好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觉得我们应该来看一下就是说 美国股市的做法 那我还是强调 因为最近的国际股市现在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问号 小问号 我认为 其实我们这一次从低点这个位置涨上来 投资本你有没有发现这是稻穷 他好像找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子再上去的 这个是一个 他没有第二只脚的感觉 没有第二只脚的感觉 那今天基本面 因为疫情你可以看到是 疫情它有重燃的一个情况 但我说对疫情的话 我们看法是中性的 你看美国有些州的疫情上去 可是如果你点进去那个WHO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世卫组织的官方网站 你会发现说 美国疫情并没有 因为它是整个整体的美国嘛 来看的话 并没有明显的出现比较上升 但是比如说比较让他感到担心是因为北京 这个北京也传出疫情嘛 而且慢慢的在 又有一点升温量 他就说未来三天是观察期 所以他引起来未来三天 然后投资本我记得我跟大家讲一个日子叫620 6月20 那这个日子的话 620之后就下礼拜 就在下礼拜 因为我们讲6月20是因为6月19号是 美国一个重要的日子叫做四污日 就是说他们起货选择钱 指数选择钱 然后献股的选择钱 就是献股跟齐拳的选择钱 他们是一季平仓的 我们是一个月就平仓 所以今天是台子期的结仓 今天是台子期的结仓 所以呢 我说提到这个 6月19号它的四污日 那之前呢 那我们把图形缩小一下 图形缩小一下 这个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大跌 这一个时间点就是四污日 这个时间点就是四污日之后的掌声上来的 那掌到这里的四污日会不会拉回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要稍微小心一点 步步为营 那当然我说过 你现在选股策略 我们待会跟大家讲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纳斯达克 大家也不要忘了 对不起 我们再看一次道琼 对不起 再看一次道琼 前面的道琼 那放大放大 那这个昨天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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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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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个缺口 这里有一个缺口 这两个缺口 你按照技术面来讲的话呢 这两个缺口 这个叫导型反转 在技术面上的标准导型反转 以道琼来讲是导型反转 这样有用 所以这个缺口 你看昨天想要回补 可是用十字线来回补 导型反转会怎样 就是空方 我们V型反转是这样 像这个叫V型反转 这就有点像V型反转 V型反转就上去了 有没有 导型反转呢 如果以道琼来 这是导型反转 突然导型反转就属于空方 然后呢 它是带量长黑 昨天想要去去回补这个缺口 却有一点点预证法力 这个 然后回来回来看 纳斯达克科技股 我们再看一下科技股 科技股 当然是这个缺口 那这个这个也是 再把它放大好了 稍微放大一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1001万年 这是一个十字线 这也是一个变盘的架构的十字线 变盘架构的十字线 所以昨天呢 也想回补缺口 已经回补了没错 可是是收黑K棒 收黑K棒 而且喔 昨天早上还 还有一点先下来 是 然后再上去 所以觉得有点小勉强 觉得有点小勉强 好 那这个这个 这个会不会是这样子 就变成一个麦当劳呢 我觉得619之后的美国的四五日 就下礼拜就是观察重点 那这里面国际的股市 还是有点因素存在啊 比如说疫情的问题 还有我们刚才三立新闻也 率先报导 这个中印的事情 中印啊 南北韩的事情啊 都可能发生在七月的上旬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好 那这个也是啊 这个费成半导体也是 这个你看 这两个东西都是一个上影线 这在高点的出现这样的东西 那一样啊 昨天回补也是都可以办 可见市场上还是小小有它的疑虑存在 小小有它的疑虑存在 好 那我们再 再补充一个一个图形好了 就看我们看中国股市上阵指数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上阵指数 上阵指数 看一下K线 看一下你看 但你把图形缩小 我觉得现在唯一就是 因为它算是历史的相对低点区啊 所以如果七月份下来说 大家反而留意看大陆股市会不会 因为它毕竟的 在短线的技术现行 它比美股好看 可是它在历史的相对低点区啊 好我们再要讲一下讲台股 这个台北股市的这个 加钱指数啊 那加钱指数的话 因为昨天也回补了这个切口 算是相当不错 因为它是红棒来收红的 第二个呢 今天是节昌日 注意哦 今天是台子节昌日 今天是台子节昌日 所以今天会不会开高走低 这个我们觉得要观察 因为毕竟外资昨天是买的 你看买超183亿嘛 所以外资是买的 然后外资是般多 可是我们说实在今年以来这一段 外资卖了六千多亿 到现在才买了几百亿而已 真的是啊 这买的不够看 那你往好处想说 它会大量回补多单吗 这是第一个要看美股 第二个呢 它根本是买的异性阑珊 敷衍了事的感觉 所以它说过说不定 它也是在等待一个东西 好那如果走到这里的话 我觉得应该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说这个刚才讲那个619 620 这下个礼拜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因为这是我 我已经两个礼拜之前跟大家讲的时间波转折 我记得这边也是跟大家讲时间波转折 有没有 最后就这样上去了 那这个 这所谓转折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转折 这个这涨上来这个 这个叫转折 如果这个跌下来 这个叫转折 是这样的意思 转折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 这是上次的试乌日 那这个会不会是变成这一次的试乌日 有待观察 有待观察 因为我觉得 大家留意一点 那你现在一样可以做多 实际上你要做多什么样的股票 我们来看另一个提示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这个黑天鹅指数 当然今天 今天早上是有点下来 那注意 这个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我上次跟大家讲说 三月份会大跌的原因是这一个 那以往的黑天鹅指数要到150 以上才有问题 这个叫150 可是不要忘了 今年啊 它这个是140 所以今年 今年让它下来的时候是140 所以它现在又很接近了 那这个时候什么叫 这个叫什么叫黑天鹅指数 要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黑天鹅指数 就是说如果 这是美国最主要是以美国的S&P500 但是我们用倒雄来反应 比如说你是26000点 有一个 有大的机构 担心未来一个月会有状况 担心未来一个月有状况 担心未来一个月有状况 所以布了很多的 期货选择权的PUT 在相对的低点区 所以叫这个 我们叫做黑天鹅指数 但是正确的名字叫做 叫做偏斜指数 偏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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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把它形容 中文把它形容 叫做黑天鹅指数 它全名 全名叫做偏 西加哥偏斜 CBOE的偏斜指数 它是齐全的 齐卧选择权的 所以呢 这个暗示美股 这个稍微留意一下 我觉得居高还是要点小思维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那昨天还是要看个股 这个苹果的股价 我们来看一下苹果的股价 苹果 这个 我再强调一次 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 这个 这是 这是美国的股市的K线图 美国股市是蓝 绿色是往上的 我们绿色 我们经常讲说红买绿麦 他们是绿买红麦 大家记得这件事 所以你觉得老师黑棒 不是 他是我们在台股的红棒 他是刚好颠倒的 你看他又快要创新高了 首先花旗再度调高平等 不过调高到三百六十几 花旗 他原因是因为花旗调高他平等 所以昨天 这个股票涨得快要三百 那当然也接近高点 那只要他没有掉下来 持续上功 大家还是可以很安心的 因为苹果毕竟是 一颗苹果是要就钱 那我们弄的是周线 周线 但是快要创新高 就是说这一周跟上一周 比他上一周是创历史新高 那昨天是因为花旗调高他平等 那说调高平等多不多 我们看来也还好 平等是平品而已 那当然这是看多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我们给大家的 那苹果等一下 这个京东方先等一下 我们看一下苹果的概念股 就要看台积电 我们先看2330的台积电 待会我们还在台积电 你看这么漂亮 跳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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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照理中他是多头架构 不过很可惜啊 你昨天他已经收黑黑棒了 他毕竟还是上涨的 毕竟还是上涨的 那但是他有一个小盲点 就是说昨天的ADR是跌的 你看每股是涨的喔 台积电的ADR是跌的 那这一两天不是要除息吗 什么除息吗 对不对 好像有气息的卖压 那因为台积电算是每一季除息一次 每一季除息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注意 大力光 大力光 3008的大力光 那大力光好像 这一次好像昨天 昨天也就是因为他也有小盲点 你知道吗 昨天的港股啊 秋泰科技啦 还有这个顺雨光学啦 全部飙涨8% 照理来讲是跟大力光的联动是很高的 就是港股的两党 顺雨 是摇顺雨 他那个顺 雨是这个宇宙的雨 顺雨光学跟秋泰 秋泰科技 泰是这一个泰 秋泰科技 有没有秋泰科技 这两个有没有秋泰科技 都涨8% 那为什么昨天他表现不怎么样 而且大家都是在盘中喔 都是在盘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小小的疑虑喔 好 那我当然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要跟大家讲说 昨天的国际股市最特殊的是 这个日本股市啊 面板股大涨 他有面板减产 那基金不好减产 但是面板减产到反而 供需就变少了 供给就变少了 需求如果维持不变了 就有机会 所以呢 昨天的日本股市全面大涨 这面板的概念股 所以呢 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面板概念股的话 就要看看我们看京东A 京东A股价早就涨上来了喔 这是中国的面板了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的盘面上 大家应该要留意是什么 友达跟群壮 因为昨天的日本啊 因为友达群壮有个好处 我们看2408 2409的友达 你看他是涨上来拉回 而且他没有什么大压力啊 那就九块八九块的位置而已 九块钱以下 他没有压力 那这个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反而是今天盘面上支撑的架构 因为台积的ADR跌 对不对 那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的大 这个什么什么 这个光学概念股 也都表现还好而已 但是你看到亚洲市场上 最强的居然是面板 那面板的原因 就是有日本的大厂减产 或者停 他是停产 他是停产 停产量 这个供给的量就减少了 所以昨天整个面板 族群在日本股市是标准 昨天日本股市涨了4%5% 很吓人了 都是涨到面板的 所以我认为今天 这个族群就很重要的 是友达 而且我说过 现在对于友达群创 即使台北股市拉回到 他们幅度也不会太大 原因是因为他们只有八九块 长线的地点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 三四八一的群创 三四八一的群创 好 这个也是这样子 好 那我觉得今天你要看到半导体 因为今天有台积电的消息 待会我们会提到 所以台积电很重要 可是台积电昨天是ADR是收小黑的 那我们介绍 那我们要从半导体的 这个台积电半导体设备厂 因为台积电要到美国去等等 这个半导体设备厂 那你在半导体的设备厂 我们待会在台积电会提到 但是如果这个半导体设备厂 又是做攻击给这个面板的设备厂的话 那基本面又很好的 我跟大家提到 调到这一档股票 你可以留意一下2467的 2467自身 你看回档过了 第一个它好处 已经回档到它的一个 也就是说如果股市再跌 你现在要寻找 这是 这个是在台积电的这个设备厂里面 基本面最好的 我讲给你听 它的本益比只有16倍 本益比16倍 有没有 它的殖利率啊 你看昨天开始有红棒 因为这个地方重要的支撑 你知道你很少看到那个殖利率 7.5%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面临除物钱 除息忘记到 殖利率一定是 拿出来做讨论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知道 这个下礼拜情况会怎么样 因为国际股市的变化 跟那个所谓的 那是时间迫大转折 如果可能 可能就直接上去 也有可能 那你现在的这一段过程当中 你最好的 最好进场 例如说也稍微有题材 然后呢 又能够 这个有很好的殖利率的 我觉得这个是要注意的 这一段我要叫2467的制胜 制胜 我觉得要留意一下 因为第一个本益比最低 在半导体设备厂里面 他拥有台积电的设备 的这个概念股 因为拥有刚才说的友达群壮的 都是以他的 他提供他的设备的 他殖利率7.5% 这个是你要留意的 而且他真的是 跌一大段 刚好昨天有买盘进来了 而且你看外资这个地方 这两天又开始 有点进场的架构 你要留意这场股票 所以我觉得 大家不用太灰心 但是 也不要太乐观 但是要留意一下 转折时间点 那你现在操作 后续好像我跟大家讲 二四六季的自胜这种股票 因为这个本益比低 指率率高 那这种股票是你的保命的 而且他可以中长线的投资 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好 所以这是从美股当中 带大家来掌握到 今天在台北股市的 焦点面的部分 不过我们来看到 在新闻面焦点当中 先来看到在美中的部分 美中这个 现在说 华为跟这个美气的部分 将来要共商5G标准 什么意思就是双方要合作了 本来美国拼命的打 拼命的打 打中国大陆华为 就现在要合作了 那这个消息让大家 就觉得很震惊 有些人觉得有存疑 有些人觉得说 这会不会是个利多 老师怎么看 这个到目前为止 我是觉得这个新闻的可疑性 因为川普的民调 现在输给拜登还蛮多 那本来在今年之前 是大胜这个民主党的 任何一个候选人 对 今年推出拜登之后 打开这个桑德斯之后 拜登打开桑德斯 那事实上拜登的情况 是没有像桑德斯那么激烈 所以算是华尔街也比较欢迎 桑德斯跟拜登两个 他们宁愿选拜登 那这个来看的话 可是呢 这以前啊 这过去这几年 一两年 两三年当中 这个川普都是靠打华为的啊 对不对 民调才上 现在输那么多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们都是 新闻上既然这么写的 可是我觉得有点小存疑 包括我今天看到盘后的 美国股市的收盘啊 虽然是大涨没有错 可是对这一个东西 并没有格外的琢磨 而且美中今天这一两天 要秘密会议的话 会不会是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图表这个图表 你看这个 好 这里面啊 我们就要注意到 像昨天这个都动了 动了 那这里面去漏掉一个 我们这个联帽这些 我的文帽大概是占 文帽 文帽也是一档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 我认为3081的 这个才真是重点 3081 3081 你看他昨天涨上来 技术面也刚好翻多 这个3081叫联雅 基本上他已经占了大概 他的营收比重 这个为什么这个 这个里面表格没有提到 我觉得很讶异 他大概占 这个华为占他营收比重大概三成 是可以说台北股市的名列前茅的 居然没有提到 当然台积电 现在台积电占比已经很低了 这个要稍微留意一下 稍微留意一下 我个人目前对于这个消息还是抱着平常心 没有说特别乐观 因为这跟这个消息面 可能跟我一样 有点小存疑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我个人目前对于这个消息 还是抱着平常心 没有说特别乐观 因为这跟这个消息面 这个之前的川普的做法是大相平静啊 我们不太一样啊 所以要留意一下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新闻 好 这是在这个美中部分 不过来关系到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昨天是上涨的 而且是大涨的 对 说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 那关键在于 除了在昨天的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相关消息 包括5G啦 包括电子股带动之下 昨天来看到 其实台北股市一直往上涨 现在跟台币的升值 也有很大的关系 外资的人又回来买了 对 那目前台币 台币的部分已经创下两年新高 这个消息面来说 尤其对资金流入到国内市场来说 会不会是个正面的消息 新闻上就说了 台币是亚洲第一强 第一强 甚至可能是全球第一强 那其实美元并没有大补回贬 它没有大补回贬 它还是维持在97上下 美元指数 那亚币大补 你看这个台币 你看这个都比不上台币 你看新台币这么强 这么强 那台币强的话 这个也有它的引用 我们大家都知道台积电 这个台币强的话 事实上对内需是比较有帮助的 对出口导向的电子股是有压力的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新台币的指数好了 新台币的这个指数来看一下 你看它不断的走强 而且走强当中 走强的过程当中 美元指数是下滑 是原因之一 但是美元指数没有想象那么多 那现在大家讲说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将来可能暴贬 那美元指数会暴贬 它讲的是好几年之内的事情 那这个美元暴贬的话 事实上 美元指数一直以来就是多头的重心点 是这个讲美元会暴贬 当然是以说 联准会未来升息的机率很低 那维持零利率的时间 可能到至少到明年都是维持 接近零利率这一块 所以把美元看空 可是这样子对美元是不利的 因为一直以来 以股市的内容来看的话 美元是走强的 美股才是多头的 因为资金流到美股 那如果你看美股的资金是流出的话 那你要流到哪里 我这样讲啊 如果美股资金流出 美股慢慢走跌 那这个就不合理 因为我们都看的是美股嘛 所以这个地方反而是一个疑虑存在 我觉得说这些 这个消息看太久了 我们先看一看就好了 好 所以是在这个资金面的部分 另外来关注到 在昨天盘面上 关心到的是在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现在有个关卡 就是说他接下来18号要除全息了 那在这之前 外侧的动伤到底是如何 现阶段对台积电的后市来说 是不是又有传出好消息了 因为苹果现在Q4全部通吃了 对 他在今年的这个相关的营修部分来说 是不是在下半年 克里算是吃了个定心碗 基本上对台积电现在的看法都是正面的 不过我们说实在的 这个我们先看一下内容 看一下内容 看他这个图表的内容 你看他整个把这个进程 我相信大家可以解读这些图表的内容 我相信是OK的 那这就到明年开始 如果中国崛起了 像中心半导体崛起了 他已经慢慢可以吞噬到7奈米这一块了 所以是不是对台 而且我们也必须要承认 如果川普继续执政 对不对 他对一定还是会施压 台积电必须让他选边站 所以我对于刚才第一个消息里面 有点小怀疑的原因在这边 你明明就是要让他去 就是他现在就解放 这个他让他去干什么 大家懂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就是小疑虑 好我们来 没有关系我说台积电 主要ADR是跌的 大家小心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概念股 3680的这个加登 台积电是还好 加登 你看这个 这个加登的本利比三四几倍 那直立率只有零点几而已 这只是关盘的重点 你还不如我跟大家讲2467的那个制胜 为什么2667的这本利比16 那直立率7.5 而且京东方今天涨上来 它是京东方的供应链 直接给京东方面板的这一些 我觉得大家选股策略 这个时间点担心 如果担心619过后 下个礼拜过后 美股可能反转 你的选股策略一定要让直立率高 本利比率很低的 你的选股策略是这样子 你可以度过这个股台 甚至如果没有是涨上来 这种股票因为拉回 也比较容易上去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至于在今天期货部分 我们先来看到 因为期货目前开盘了 今天起货小跌跌幅0.2% 下跌26.11495点 今天起货目前看起来是小跌的 不过这个跌幅也还好 目前还是守在平盘附近左右 那至于在接下来关注到 是在传长部分 是在纺织 对 纺织现在说第三季看很旺 这纺织组织 老师怎么建议 纺织不用看它内容 直接看1477的 你看这个内容 它就很旺 我们看1477的这个巨洋 为什么 为什么它最很旺 第一个 慢慢的走出谷底 第二个呢 这些股票有没有 市场上都有跟防疫有关系 那我们简单跟大家讲 现在不要追高 先不要追高 但是法人呢 最近看到外资法人目标价 除了卖隔离之外 都是看多到200 所以是还有空间 但是你不用急 这里有个交叉点 来到这里再做一个进场 我觉得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看法 好 那最后的这个关盘重点 我们看一下今天关盘重点 第一个 外资昨天买了183亿 是不是继续买 第二个呢 它期货跟选择点 是不是一样做多 第三个呢 6月20的转折点 你要注意这个月线 是一个强力支撑 那今天要看半导体 跟这个千金股 还有什么 生计股 是今天的关盘重点